秦始皇37年 也就是公元前210年 秦始皇东旬返回咸阳的路上 不幸患病驾崩 这事呢 马上改变了他两个儿子的命运 一个是冤死的长子扶苏和幼子胡亥 当时跟随秦始皇东旬的主要有三人 左丞相李斯 中州府邻赵高和胡亥 于是胡亥在赵高的怂恿之下 干了以下几件事 第一件事呢 就是扶持胡亥上台 第二件事就是矫照皇帝遗诏 命令在西北边陲的公子扶苏和蒙天将军自杀 蒙天认为有诈 一直不自杀 但是扶苏却自吻了 第三呢 就是暴力清洗皇室 胡亥把自己的二十几个哥哥姐姐全杀了 杀的杀 流放的流放 第四呢 就是复修厄方公 榨取民旨民稿 大开宴会 娱乐无穷 公元前209年秋天 大雨不止 这场大雨是为天下苍生而下的 也是为秦朝送葬的眼泪 因为大雨阻禄 不能按旗率领兵族打到目的地 陈胜和吴广杀掉了带队的两名勤卫 带领着八九百人 斩目为兵 揭竿为起 首先是在济县的大泽乡 也就是今天的江苏省 宿县东南返 国号张楚 当时的沛县县长 闻听陈胜吴广起义 他也想举事响应 于是县长大人就把属下秘密召集起来 开了一次动员大会 说了一番天将大任与私人也造反有理的话 但是有两个人对沛县县长的动员计划提出了意义 一个人叫萧和 另外一个人叫曹参 萧和是法律专业的 职务是县政府的办公室主任 这个人非常有政治头脑 再说曹参 历史上有一个成语叫萧归曹随 也就是这俩人 曹参是监狱的管理员 人生最大的特点就是闷头干活 为人低调 当时萧和和曹参一致认为 如果只凭配信一帮公务员造反 必败 道理也很简单 公务员们嘴里吃的是秦朝的俸禄 见老板靠不住 又想另立山徒 搞来搞去 赚的永远都是你们这些当官的 那既然如此 老百姓啥也没赚着 肯定是不愿着跟着你 于是这萧曹二人就提议说 你要是真想造反成功 你就得利用配信的这些老百姓 刘邦不是带着几百号人吗 把他叫回来 这事能成 经过萧和和曹参的一番策划 于是就派出了凡快去找刘邦 凡快是个杀狗的 现在的配信还有狗肉馆 也是很正宗啊 萧和和曹参之所以能推荐凡快 是这个跑腿的人 主要是因为凡快和刘邦是连接 吕智的妹妹是凡快的老婆 凡快见到刘邦得先喊上姐夫 说到这儿 我们也是不得不佩服这个旅工 家里那么有钱 跑那么老远 人家县长娶她闺女 她不干 非要把两个闺女 一个嫁给亭长 刘邦另外一个嫁给狗图凡快 凡快带着赦免罪犯的赵令 就跑去荡山 向刘邦报喜去了 刘邦一听喜诸望外 于是带着人马就往沛县赶路 然而不幸的是 到了佩县 佩县县令不但关闭城门 拒绝刘邦进城 而且还准备杀掉 萧和和曹餐这两个 出搜主意的家伙 结果这萧和和曹餐 听到了封称 溜出了城外 投奔刘邦而来 刘邦呢 就带着几百人在城外徘徊 不能进城 不由的就火大了 刘邦用薄布写了一封信 射到城墙之上 告诉佩县城内的父老乡亲 天下人被秦朝欺负的太久了 你们即使替佩县县长守城 也是没用的 因为各地的诸侯 就要赶过来 瘸图佩县了 如果你们把佩县县长给我宰了 想要诸侯 那你们的孩子老婆还有救 不然到时候 你连你们全家都得杀掉 刘邦这么一下唬 城里的百姓也确实是害怕了 于是就把这个佩县县长给杀了 刘邦进城之后呢 佩县的父老乡亲 共同推举刘邦做的老大 就这样 刘邦被历史无情的推上了造反之路 统领两三清兵 还拥有一个漂亮的称号 佩依宫 这一年刘邦虚岁48岁 在刘邦48岁这一年吧 史上最牛的武将项羽 也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了 项羽本名项吉自语 是没落的贵族后裔 原来是楚国的大将项燕之后 陈胜呢 在大德乡造反的时候 曾经发出了一句震耳欲聋的呼喊 王侯将相你有种呼 意思就是说呀 王侯将相不是天生的 只要凡夫苏子们勇敢追求 也是可以做得上去 但事实上 陈胜的呼声并不完全正确 有些人可是做得上去的 但是项羽这号人物 天生就是武将之菜 项家世代为楚国将领 十将九远 三代之内的名人 可以追溯到项燕 项燕是项羽的祖父 曾经是战国时期 楚国武功显赫的大将军 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时候 李信率二十万大军 远征楚国 却被项燕灭的是一干二净 后来秦始皇值得屈身老将王俭出山 王俭一点也不敢马虎 调动六十万大军远征楚国 项燕就是在那场战争中英勇牺牲了 从此呢 项家算是和秦朝结下了深仇杂痕 曾经秦始皇动用前堂的时候 项羽指着坐在皇家马车上 威风凛凛的项羽说出了一句 识破天经的话 那个人我能取代他 项羽不会忘记祖父项燕的死 以及项氏的没落 完全是由那个至高无上的秦始皇造成的 之前项羽本不看好项羽 突然听到他说这句灭族之言 心里虽说又惊又怕 但是从此对项羽去刮梦相看 项羽为了躲避仇家 就带着项羽来到了苏州 当时项羽在一个叫尹通的手下做事 文庭沉胜反秦了 尹通就把项羽招来商量室 他就跟项羽说 说你看啊 这个情况啊 长江以西全反了 现在是反秦的最好时机 我想让你和还储先发之人 带兵反秦 尹通之所以想拉项羽入伙 主要是因为项羽在无限 是个网红 项羽的这个人呢 性格豪爽 心下仗义 结交了不少人 上至豪杰 下至乡里的偷鸡摸骨之徒 都是他朋友 对项羽来讲呢 造反当然是一桩豪买卖 这是没错的 可问题是呢 尹通的意思是 让项羽和还储一起干 当时还储也不知道 夺在哪个山甲拉 而项羽又想单干 当老大 不想和还储合作 那怎么办呢 狗活乱世 夺权是第一生存需要啊 这个时候 只有一个老办法 当我者 傻 一场夺权的阴谋 就像箭在心上 不得不发了 阴谋的策划者是谁 项羽 项羽 谋害的对象是 尹通 一切都布置妥当以后啊 项羽就带着项羽去尹府 项羽把项羽就留在门口了 独自走到了尹府 就对尹通说 还储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啊 我听说啊 只有项羽知道他在哪 要不我把项羽叫来 你吩咐他把皇储给找回来 一切都在预料之中 尹通非常同意 于是呢 项羽折身返回 然后项羽进身刺杀 尹通血剑当场 杀掉尹通之后呢 项羽就把苏州的各路英雄豪羽 都召集起来 开会议事 豪羽们经过项羽的一番洗脑之后 一致同意 这个反勤是好买卖 咱必须得干 于是项羽接收吴中郡属下 各谢 得精兵八千 项羽当上了惠籍军首 项羽任副将 这一年项羽虚岁24岁